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危險!刀刺美國人 恐引爆美中大衝突 音頻曝光 美籍講師講述吉林遇刺事件 吉林很難被抓 中共外交部直接給美遞刀子 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國家 刺美籍教師後 中共網軍拋陰謀論 彭博社挑戰中共定調 美駐京大使 憤怒與不安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11號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請大家關注阿波羅網副頻道 本週末開始日更了 大家多多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危險!刀刺美國人 恐引爆美中大衝突 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定調 四名到中國工作的美國康奈爾學院教師 吉林遇刺案為偶發事件 且斷言不會影響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正常交流 隨後吉林市公安局也發公告稱 已迅速抓捕催性犯罪嫌疑人 美國之音報導 四名美籍教師遇刺遭襲擊後已逾30個小時 但中國媒體的報導篇幅有限 網絡消息也遭封鎖 台中的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邱石宜說 如果四名美籍教師遇刺真是偶發事件 並非中國民眾針對美國的仇愛情緒 北京當局就開放言論 留帶眾人和媒體去檢視 邱石宜表示 美中兩強基於地緣競爭的白熱化 不管就軍事或政治經貿方面所衍生的緊張情緒和摩擦都還在意料之中 但若連最友善 最容易維持的民間教育文化交流 都突發敵意和暴力意外 代表兩國的民間外交 恐也開始進入惡性循環 將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中國卻步 邱石宜指出 美籍教師遇刺恐引爆美中政治板塊上的兩大衝突元素 其一 他說 由於吉林地處東北內陸 當地民眾的平均教育程度較低 他們既有的反美情緒或民族主義容易遭煽動 其二 遇刺的美籍教師來自美國中西部的愛奧瓦州 政黨傾向偏支持共和黨 被視為最反共的紅州 換言之 雙方本就屬叫一起衝突火花的潛在族群 現突發暴力意外 若不妥善處理 星星之火或可燎原 邱石宜也對遇刺事件後的兩國民間往來不表樂觀 他形容 原本一息尚存的美中民間交流 現在形同完全斷氣 因為中國現在仇外 仇美的情緒不斷外顯 不僅常見政府官員 解放軍 發現類似的情緒 甚至恐蔓延至一般百姓 他說 這是中共霸凌 強到是外交崛起後的副作用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對於美國來講 這是民間交往 但對中共來說 這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工作 中美關係緊張時 中共尤其會用這種所謂的民間交往來迂迴滲透影響美國 如今這件事也是中共國運衰變的顯現 音頻曝光 美籍講師講述吉林遇刺事件 週二 一位在中國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園遇刺的美國教師接受美國媒體採訪 講述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 受害者大衛‧扎布納稱 中共警方告知 兇手失業 運氣不好 愛荷華公共電臺採訪到康奈爾學院的扎布納 他說 當時聽到尖叫聲 轉身發現一名男子持刀襲擊 扎布納受傷後 醫護人員約20分鐘後趕到 目前他和3名同事在醫院接受治療 事件照片和視頻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後被迅速刪除 但網絡審查在官方定性後有所放鬆後 一些評論開始浮現 一些網民稱事件可怕 質疑中國媒體未報導此事 並擔心影響中國全球形象及外國人來華旅遊意願 在中國 遲刀襲擊並不少見 但針對外國人的公開襲擊卻很少見 網民質疑中共警方的通報 認為事件可能另有隱情 吉林很難被抓 中共外交部直接給美遞刀子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稱 這是偶發事件 警方的說法是走路發生碰撞引發 但中國網民卻對警方有關行凶動機的說法表示質疑 紛紛留言說 真巧啊 隨身帶凶器是吧 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因為走路時和別人碰撞 就拔刀傷人 這通報是要給外國人遞刀子吧 阿徽省前檢察官沈良慶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 近年來中國社會利器很重 針對不特定對象的報復社會型恐怖襲擊事件增加 這些事件大多都是孤狼式的攻擊 受害者通常是比較弱勢的學童 婦女 犯罪者通常是無業人員 或感覺遭遇社會不公 用這種方式發洩對社會的不滿 中國異議人士季峰說 此事件可能與民間仇美情緒有關 就是所謂的愛國者 刀尖刺的傷口不深 她不是想出人命 她就是想製造一個大新聞 襲擊美國人 河北訪民李女士認為 這次傷害外國人事件 並非民眾仇視美國 而是對當局不滿的一種表現 資深媒體高先生說 有民眾受宣傳蠱惑 因而產生過激情緒 東北那邊的仇美情緒比較高 東北人的集體無自主意識情感更強烈 更容易受到宣傳的蠱惑 而東北人的感性成分比理想高 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國家 賜美籍教師後 中共網軍拋陰謀論 中共外交部11日舉行記者會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回應稱 此案系偶發事件 並稱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當天 中共中央人民日報旗下《戰狼小報》《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 也在微博上發文稱 中國是全球相對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但他又稱 這起案件卻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了旅遊區 這告訴我們 需要不斷加強治安措施的有效度 保護所有中外人士的安全 此外 中共官方發動網軍引導輿論 呼籲網民不必過度解讀 並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還有小粉紅拋出陰謀論 稱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奇怪 什麼人會拿著刀去公園 因為一點衝突就連桶四個美國人 並質疑兇手是受人指使 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國際社會認為中國不安全 不過 獨立評論人士蔡勝坤11日在社交媒體X平臺上發文質疑 兇犯崔大鵬 是不是深受央視反美仇美影響的所謂愛國人士 美國媒體和美國政黨 會不會抓住這件事向美國人發出旅行警示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常說 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沒想到一樁凶殺案竟然集中發生在美國人身上 不知道外媒記者問其外交部發言人時 巧舌如簧的新聞發言人如何回應 彭博社挑戰中共定調 美駐京大使憤怒與不安 週二 11日 美國駐北京大使伯恩斯對三名美國公民和一名非美國公民 在中國吉林公園遇刺案發生 他在社交媒體X上表示 對三名美國公民和一名居住在愛荷華州的非美國公民 在中國吉林被刺事件 我感到憤怒和深感不安 他補充說 美國領事官員已在吉林醫院探望了受害者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 三名愛荷華州國會議員 及該州州長對此事表示關注 美國多家媒體將此事作為頭條新聞進行廣泛報導 中共外交部週二定調此事為偶發事件 隨後吉林市公安局發布公告稱 已迅速抓捕犯罪嫌疑人崔某某 警方通報稱 崔某在北山公園走路時與外籍人士碰撞 遂遲刀行凶 彭博社記者追問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說 如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逮捕任何人 中方怎麼能判斷兇手動機 怎麼知道這是隨機事件 中共電視臺 報紙及網站均指援引官方通告 相關報導被審查刪除 美國民眾對受害者表示關切 擔心前往中國的安全問題 根據存檔的微博圖片和視頻 四名教師被刺傷後流血 躺在地上等待救援 一名新人網民寫道:「我注意到沒有人在幫助他們 在美國 旁觀者會按壓傷口並幫助受害者 中共國那裡太冷了!」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 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再會